三百五十五页 请看第六行 综上隐正 经文是为 当时世尊 严等五根 同现喜荣 这一段的开示 是给我们说明 前面经文 色身诸根 悦欲清净的样子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当时佛在还没有讲经之前 他的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样样都现出一个欢喜的状态 我们常说满心欢喜 接着下面讲 心中安乐 妙相清澈 如镜中影 如水中月 光明圆满 静若无形 和月欢喜 清净庄严 这个经文 我们看了之后 一定要很细心地去体会 也要认真地来模仿 效法 从这里的介绍 我们就知道 佛当时放光 真的是欢喜光 他欢喜在哪里 今天来参加 齐都决山 无量受惠的人 修净土法门的缘 成熟了 所以佛今天特别高兴 其实佛 等了好久好久 总算是把这一天 等来了 佛门常说 佛不度 无缘之人 那尤其是净土法门 那个缘 更加的殊胜 不要说 念佛法门 很难相信 就连佛法 都不是很多人 都接触到 就算他接触到了 他相不相信呢 他理不理解呢 他肯不肯做呢 又做到几分呢 说真的 我们如果这一生 修学佛法 不能够出六道 都不算是真正的成就 修净中 他特殊 就在于 不但可以出六道 还能够出十法界 就在这一生 肯定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对于无量寿经 要特别尊重 因为这个法门 是属于当生了意的法门 决定成佛 下面呢 假设了一个问答 有佛 佛为什么这么欢喜呢 经书约 喜有二意 第一个 念弥陀佛 所成行得可庆 故喜 这是说 阿弥陀佛 已经把极乐世界建造好了 他老人家的功德呢 已经达到圆满了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就等着 我们大家去受用啊 打个比方啊 我们在图文巴 已经建了一个 非常殊胜的念佛堂 就欢迎大家进来念佛了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原因呢 念众生得意实质 故喜 这是刚刚所提到的 师尊看到啊 现前大众念佛 到极乐世界的缘成熟了 所以佛是无限的喜悦 下面还讲到佛这个容貌 非常的庄严 所谓光颜微微 光是光明 颜呢 是指颜色 非常的奇特 不同往常 无量寿经兼注约 佛之颜有光 佛的面孔 它是自然放光 这叫做光颜 大家早上 有没有给自己照镜子 有没有看到自己有光啊 为什么佛身上 脸上有光 我们怎么照了半天 一点光都没有呢 只有房间里面灯光 可以看得到 要向佛学习 微微者 高大尊圣之貌 这个微微之代表呢 高大尊圣的样子 家乡书 家书曰 微微言 得胜 高 贤也 总表 佛之 得荣 你看这个 经文 它这个 每一个字 都是很有深意的 佛的荣 叫做 得荣 我们人 叫什么荣 叫面容 说得好听点 叫美容 佛是 得荣 你看 这个差距 就特别明显 它为什么叫做得荣 我们叫做面容呢 因为人家已经没有烦恼了 也没有习气了 都恢复到 正常的状态 所以它那个荣 称为得荣 对照 儒家的经典 佛家的经典 道家的经典 来修正我们的错误 这是真正的修行人 因为呢 佛的相貌 是具足 无量功德 之所成就的 得荣 所以啊 在这里就讲 显要光明 超于一切 也就是说 一切众生的 那个光彩啊 都比不上佛土 下面一句经文 宝刹庄严 这句话来自于宋义本 原文呢 还有面色圆满 四个字 表佛面容 所放妙光明中 映现十方佛土之 庄严宝刹 这种情况 我们在人间 一般都看不到 本来佛的相貌 已经很庄严了 而且又放光 光中呢 还能够看到 十方诸佛刹土的情况 这当然也包括 我们说博世纪了 叉者 法华文具集 第二卷说 此云田 这个叉用中国话来讲 就是田地的意思 即亦佛所望土也 故知 差 即佛土 佛国之意 这个王在这里当作动词 望 读这个音 望就是统领的意思 世尊的教化区 是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范围啊 挺大的 对 我应该说 是 对 我应该说